春节临近,很多人都已经赶回家中与家人团聚,而在中国铁路成都局集团有限公司贵阳车辆段贵阳北动车运用所TEDS检测中心,有一群TEDS分析员他们还坚守在岗位上,分析从TEDS探测设备传回的几十万张动车部件图片,从中发现故障和隐患,为动车组安全运行保驾护航。 在一间约70平米的房间里记者看到,TEDS分析员们手握鼠标,眼睛屏幕,仔细浏览从TEDS探测设备传回的一张张动车部件图片。 春运以来,贵阳北动车运用所TEDS检测中心每天要监控动车160列,每天超过70万张动车组的动态图像被实时传回,一颗螺酸的松动,一丝细小的裂纹都难逃分析师的眼睛。 然后我们都必须要对车底下的2万多颗螺丝都必须要一一都要检测,检查完整。 因为任何,在动车上面任何一个螺酸,或者说一个小故障,在一个速度300公里,甚至达到350公里现在的复兴号,都可能会出现一个扩大的迹象,然后导致这个事故的发生。 唐光华介绍,TEDS的全称是动车组运行故障动态图像检测系统。 TEDS检测就是在高铁线路上利用高速线震和3D相机,对通过的动车组底部、侧部裙板、连接装置、转向架等可视部位进行拍照取证。 然后通过人工复始终端,在电脑屏幕前检测,查找列车存在的安全隐患。 冬天,贵州冰雪凝动天气高发,对于动车来说,低温意造成列车转向架等裸露的核心部件结冰。 列车高速运行过程中会面临一定的安全风险。 最近的一次发生在今年的元旦,元旦是贵阳地区这边出现一个大量的降雪。 降雪的话就发现我们的,经过我们贵阳地区的一个车底,它大量结冰。 结冰的话这边我们当时就看到,看到了以后,发现了之后,然后这边马上将这个信息,然后上罢给局里面举动掉,然后对它进行一个线索,就防止了这个故障,就是说故障一个进一步扩大。 唐光华说,按要求,分析员要在15分钟内对一列动车组群板转向架,车体连接处等部位,116种检查项目,上万个零部件进行监控分析。 平均在1.5分钟到2分钟之间就要监控一节车厢,所以对分析员的要求也是非常高。 我们分析员的要求的话是必须要在地勤,在地勤班组待了一年之后,就上班一年,然后经过考试活过,然后再筛选,然后才能来我们班组。 因为作为了我们班组的话,你必须要先了解一个基本的一个知识,车底下的一个基本的知识,你才能去,就像你心中有这个图片,你才能去对比它的不同点,你才能去做这一步工作。 单调的黑白色,海量的车体图像,重复的部件检查。 由于需要时刻盯着电脑屏幕,分析员的眼睛不可避免地造成一些损伤。 我们给T1的所有人配备了防蓝光眼镜,有镜片式,有假片式,然后还给每个分析员对于眼部压力的分配了,发配了眼部按摩仪, 帮助和缓解眼睛的压力。 春节是万家团圆知识,也是TDS分析员们工作中最辛苦的时刻。 刘济胡说,春运车辆激增,但越是车足多的时候,越不能休息。 守护着每一趟回家的列车安全运行,是他们的责任,也是他们最大的心愿。 同一hopба大家是出现在的工作坏? 还有今天, sin Winds? 那是桂前本一所收视校,下一错 intro课。